好 接下來我們來提一個指令 這指令比較特別 它叫調整長度 那調整長度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用來調長度 一個是用來查長度 但是其實它也可以調角度 那我們直接來看 因為它快速鍵是L1N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L1N就好 直接碰就好 所以它這裡就跟你講 選取要測量的物件 所以你就直接碰就好 碰它就給你說這條物件多長 121.7520這樣子 那這個數字是可以被複製的 你如果把這指令行拉長一點 你查完之後 這個可以按右鍵複製起來 那你就可以貼到其他地方 那為什麼要查長度 因為我們有時候 需要去測量一些值 尤其是面積 尤其是面積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 怎麼查面積 那面積你查完之後 也是一樣是可以被複製的 好 那我們先放下來 那它可以查什麼東西呢 它可以查現場 因為這是單一條鞋 不是連起來的 它可以查現場 或者是聚合線總長 是不是兩個長度不一樣 或者是糊長 它可以查 那糊長會給你角度 可是你不要太開心 因為這個角度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角度是沒有小數點 你有發現嗎 預設的 AutoCAD的長度 這個地方就會有小數 然後它就會有小數點 好 那所以它第一個功能是用來查 第二個當然就用來改了 可以嗎 如果它不是你要的長度 你是可以改的 LEN 如果你先打T總長度 TotalT 然後看人家多長 假設我想100長 確定 那你去碰物件 超過100 就幫你改到100 不夠100 它也幫你延伸到100 可以嗎 不夠100 幫你延伸到100 那再來就是 也可以改角度 LEN 如果你先打T總長度 裡面有個角度 A角度 如果我改成90度好了 那它就真的會把我調到90度 調整到90度 那線就不能調角度了 只有弧可以調角度 所以它可以改從長度 或總角度 或者是它也可以微調 LEN裡面的 你打 LEN 然後呢 你先打X值第一 假設我給10 那麼就是你碰哪裡 就加10 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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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哪裡就加10 加10 碰哪裡就加10 加10 加10 這叫X值 那X值是可以給負的 第一 如果你給負10 就代表碰哪裡就減10 減10 減10 好吧 好 那既然可以調整長度 也可以調整角度 LEN 的第一裡面 原本要輸入長度的 你先打A角度 A角度 如果你給10 就代表每次碰就加10 加10 這不是加10長 對吧 是加10 那當然你負10 就是直接改短了 好 這個等一下自己玩 那最好玩的是這個叫百分比 LEN裡面你如果打P 你想要百分之多少 原來我也不管你多長 假設我希望百分之80的長度就好 那你碰下去它就真的只留百分之80的長度 只留百分之80的長度 這個是百分比 那動態的話 這個可能就比較少 因為動態我們可能用測點就好 LEN 你打D1 Dy動態 Dy動態 碰物件用滑鼠決定 用滑鼠決定 你要長一點或短一點 我說比較少就是因為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測點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就比較少會用它 所以來可以先試一下 查詢長度 或者是角度 然後改總長度或總角度 或者微調長度 微調角度 或者是用百分比 或者是動態 試一下